好 全球半導體景氣下行 除了台積電宣布3奈米量產 我們也注意到南韓三星電子 集體是在記憶體以及晶圓代工領域 擴大產能 我們今天請教資深半導體產業分析師 財幻星 你怎麼觀察三星逆向擴產的策略 有可能爭取到更多的晶圓代工試占率嗎 而對台廠的影響又是如何 事實上的話 這是三星一貫採用的資本支出策略 也就是說當產業景氣 在一個半導體產業的一個低點 甚至在谷底的時候的話 三星就會逆勢的擴大資本支出 並且擴大產能 也就是說大概我們看2000年 甚至是2007、2008年 金融海啸以及美國的次貸風暴的時候 這時候其實三星反而是擴大了 它的資本支出 也就是說在同業 在這個時候他們減少他們的資本支出 甚至是在減產的時候 三星反而擴大了資本支出 然後一口氣來拉開對於與競爭對手的距離 甚至的話在過去的兩次當中的話 三星甚至同時還發動了一個價格戰 也就是採用了一個歌喉的戰略 所以說在那個時候的話 其實相當多的同業 也就是半導體廠商的話相繼退出市場 那個時候包含了台灣的貿易 甚至是利金等等的第一任廠商都被打了退不成軍 還有就是說像日本的很多的半導體廠商也都相繼的採用了一個退出市場 以及Fablight的這樣的一個策略 美國的AMD其實也是這個時候從他們的 從原本的IDM廠轉變成為現在的IC設計廠 所以說三星通常都會利用所謂的產業景氣低迷的時候 逆勢的擴大這個樣的一個產能的策略 無論是晶圓帶通或者是記憶體廠商 其實目前具有競爭力的廠商 也真的是叫做屈指可數 而市場秩序也已經改善到相對的一定的程度 所以說無論是這個時候採用所謂擴大產能 乃至於所謂的價格戰的方式的話 對於他們競爭對手來講的話 或許會有一些負面的影響 但是效果就已經不會像所謂的2007 2008那樣的一個有效果 我們可以看到包含了像台積電 Intel乃至於說所謂的現在的SK海力士 其實他們都已經經過了兩次的一個 產業景氣低點的一個情況之下 每一家公司實際上 他們的財力都已經非常的雄厚 甚至是財務結構都已經相對健全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可以經得起所謂的價格戰 乃至於所謂的景氣低點的考驗 所以這一次的話 雖然三星逆勢的所謂的擴大了資本支出 但是的話其實對於整個產業的版圖 以及市占率的變化的話 其實影響其實是相對有限的 三星在這一次的產能的擴充上面來講的話 主要集中的製程應該是在5奈米 及5奈米的優化版的4奈米製程 這樣子的一個前提價的話 即使是所謂的沒有辦法想到台積電的客戶 也就是說像NVIDIA AMD 他們的一線的產品 但是對於所謂的二線的四級的產品 也就是說並不是採用最先進製程 就是三奈米的製程的 這樣子的一個一線產品的話 原則上來講 很可能就是透過了這一次的一個擴充產能 再加上價格戰這樣子的一個前提之下的話 有可能就會想到的就是說 比方說像二線的GPU CPU的 這樣子或者手機的應用處理器的訂單 所以說對於三星這一次的一個擴產 雖然沒有辦法撼動整體半導體產 全球半導體產業的一個四占比重 但是對於搶到二線產品的訂單的話 提升他們的產能利用率 依然還是有幫助